键盘录下来 但是它缺点就是程式重复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不简洁 录下来程式可能一大堆 但至少如果你当你还没有 不知道VBA程式怎么写的情况下 反正至少它是一种解法 OK 那也是一招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就来用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就是一个清除 那一个合并 那合并的话你会发现还会闪一下 有没有 它会闪动 为什么 因为它是slate 切过去 复制了之后再过来再贴上 所以它会一直闪动 OK 那如果我先用那个VBA写法的话 它完全不会闪动 因为它是直接指向那个工作表的哪个范围 帮我call到这边的A2开始 然后再往下追踪到 追踪到的下一列 再继续往下贴贴贴 那最关键的那一行就是来源的范围 点copy到哪一个位置 帮我把它直接就放过来 复制过来的意思 那程式如何撰写 基本上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拿上面来改 不过其大部分的东西都差不多 首先的话呢 我大概 重点应该 重点应该就是什么 这个地方 有没有 其实你会发现头尾 4NAS一样 有没有 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工作表到哪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NAS 这个部分一样 那这个K等于等 是指的是什么 我要贴过来的第几列 OK 那预设值是2 因为为什么 第一次的话 是贴到第二列 那就是A2的位置 所以呢 这一行的话 其实这个也不用注解 所以写法 那我前面讲过 就是说呢 最关键的就是 你要从 哪一个范围call过来 那所以呢 来源就是1月 对 那1月的 哪一个 所以特别说1月的 那如果说你那个 还不太会写 工作表物件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先 先写range 再把哪一个去值 再加上去 那我们第一个当然 如果你实在是 不知道 哪一个 你可以这样 我们从A2 对不对 我的来源是A2到 哪一个呢 A2到我们的1的 最下面一列 1 那如果说你实在是 不知道怎么追踪最下面 没关系 你可以先按部就班 先31 因为好像123月都是31 那不然我们就先写好了 先写31 待会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反正先可以跑再说 然后呢 点copy 对不对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第一季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这个来源是1月 所以我是指的是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我就是 copy完之后呢 我再去前面跟他讲说 我这个是从第几个 第2个 电 有没有 这个范围 点copy 那他第一次一定会跑1月 第二次跑2月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我们的 shits 这个扣过来好了 然后呢 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4 或者是说你这边可以打一个什么 你刚一样 第1期 然后呢 点 哪个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第1期 那里面的话 第1期 我们就是这个位置 那就是什么呢 range 然后呢 a 开头的 但是问题那个位置会变动嘛 所以我们是and 什么呢 加一个k就好了 有没有 k等于2吧 所以他第一次预测值就等于2 那就是a2 诶 第一次一定是a2开始 但是问题来了 当我call过来了 啊 假的 有时候你们写程式啊 写到这边后面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办 像我的习惯哦 我会这样的 反正这边先设个中段点 然后先让他跑一下 反正的跑 跑过来之后呢 我再去写下一行 好 这也是一种方法 因为有时候你都 因为你实在是 还没有能力到那么厉害 没关系 你就先写 好 跑完之后呢 你就知道下一行该怎么写 下一行写什么 诶 这个k的值啊 应该要让他怎么样 让他要往下追踪 所以呢 k的值 k等于什么 向下追踪 好有没有 就是前面讲过 从range 也许你从哪里呢 range的A2 向下追踪 点什么 点end 然后呢 向下追踪 这个写了n变 所以这个应该很熟 roll ok 好 然后呢 但是要前面记得哦 如果你打完之后哦 因为这话多工作表 最容易写错的 就是忘了加哪个工作表 那就麻烦了哦 那不过如果你现在 固定是在第一季倒还好啊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出错 如果你怕错 如果就直接在这个前面加一个 哎 有没有 第一季的向下追踪 但是向下追踪 他会追踪到哪里 好 ctrl 向下 31 那如果从A31贴上 对吗 哎对 加1 所以哦 这个可能就是要 摄中论点再写程式的好处啦 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慢慢写吧 但是你这边已经过头 怎么样 让他拉回来 有没有 倒车 倒车之后的话呢 再按F8 他就会什么 跑出这个k的值 哎 32对不对 哎 32对了 哦 理论上呢 这样子哦 程式应该就写好 看得懂吗 对有简单很多吗 对哦 要是你来写的话 应该 你会选择 应该是选择 这种才对啦 但是一般人说真的哦 可能你还停留在上面吧 下面可能 还要再努力啦 不过其实也没有很复杂吧 你会发现 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前面都讲过啦 只是说熟不熟练而已啦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会 但是真的不熟练 真的会啦 因为都有听我讲过啦 而且程式真的也没有说复杂到哪里嘛 都是 都是很 就是很熟悉的东西 只是说呢 熟悉的东西要能够把它 写出来哦 能够让它执行没有错误啦 就是 比较不容易的点 啊这一题最容易发生问题的 就是什么呢 工作表哦 所以你慢慢习惯哦 工作表 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要慢慢习惯就是 这边哦 但是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地方可以斟酌 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的按钮 已经在第一季的话 那其实哦 你这个第一季点这个有没有 其实是可以删掉的 不过前提是你确定 你的按钮一定是在第一季上面 你不能说跑到别的地方按下去 因为奇怪就挂掉了 OK 所以哦 如果你确定是在第一季的话 那这个其实你可以什么 把它省略掉 OK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啊 试试看 这个可能熟练之后 你会发现资新卡 最后啊 确定没问题的话 我们跑一次给各位看 清除掉 按下去 哦 OK